哈囉 各位朋友好 我是鄭桃宇 在我旁邊這一位呢 大名鼎鼎 我們的台客劇場 大家好 你們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做林冠廷 Alex 我是台客劇場的導演 那這樣子應該光線看起來就亮多了吧 好 大家就陸續加入吧 因為中午時間有可能大家因為 他可能因為在吃飯 但是因為直播他之後都會變成一般的影片 大家都可以回頭看 所以你如果現在沒有辦法看的話 待會也可以把握這個機會 趁著下班的時間讓我們看一下 沒錯 沒錯 你這個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如果今天找你來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我們的節目叫做好奇人物 就是大家對於你這個人物感到十分的好奇 大家為什麼會找你 而且也是因為我本身對你非常好奇 真的真的 對你非常好奇 因為 剛才我們有稍微閒聊一下 就是導演你 我邀約你對不對 那可能你其實不知道我是誰 本來不太清楚 可能他要靠你的其他的同事助理 幫你Google了一下之後才發現 哎呀 這個人當年還聽得我明白 我當年出那個全民搭線運動 搭線聖經 脫離好人幫 No more nice guy No more nice guy And how to flirt on MSN 你看這個 多吸引人的書名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賣得很不錯 我原本書大概都至少賣三萬本以上 所以曾經也是一個還算有點名氣的人 但不幸呢沒有跟上時代的潮流 就是那個YouTube開始起來的時候呢 我開始忙著這個 跟那個時候我捐的女朋友 我太太談戀愛啊 然後就整個中風 好但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呢 我就希望可以 等於是一個back to the field 跟你知道吧 開始要再戰這個市場 沒錯 那麼我就想到 那我就可以做類似像這樣子的 我們叫訪來的節目 對 像你們這樣子 透過網路做YouTube的影片啊 拍攝裡面 把自己慢慢的這樣子做起來 當然我知道你最近好像有跟 其他的知名的YouTuber合作 跟誰合作過 可以介紹一下 跟誰合作 可能 因為我比較 剛開始是比較內向的 就是 不太喜歡 就是 出名 在那個不喜歡出名 在京樓前面對我來說 是不太習慣的事 是 然後也 就是 我在自己的YouTube 就是 我覺得 我有一開始 有一點resist 跟別的YouTuber合作 但是後來就 真的認識了以後 大家都很 思考蠻接近的 是 最近就是 比如說阿滴英文 對阿滴英文 各位聽懂嗎 也不是很最近 可能是三個月前 三個月前 對 然後還有其他的 認識 認識像 一加一 然後 那個 劉沛 劉沛 因為他跟我們 就是 我們都是ABC 所以 就是跟他認識 他也來過 我 警探的活動 對 都跟很知名的YouTuber合作 那你怎麼願意跟像我這種 這麼不紅的 合作 對阿 就是想說 可能還是會有別的 不同的激盪 跟火花 對阿 其實根本不要看誰 我覺得 這樣 不好 偶爾他紅 跟他交換 或是怎麼樣 So sad 你知道嗎 我為了做這個節目 各位 你知道我跟多少人 主動聯繫過嗎 對不對 我不知道 真的很多人 不鳥就是不鳥 還好我們這個台客 願意給我一個機會 沒有沒有 你這樣子 雖然已經算是一個 蠻知名的YouTuber 真的 我覺得很不錯 你拍的影片很多人看 訂閱人數現在已經來到了 460 呃 不是460 訂閱人數 46 46萬 你好我還幫你少了20萬 各位 46萬人的訂閱 對 那麼 很多年輕人 其實你現在在這個學校裡頭 你只要是問些年輕人 問他們想幹嘛 其實他們都想紅 那想紅的最快方式就是 可能拍YouTube的影片 然後FB上面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想紅 你不知道他為什麼想紅 對阿 為什麼想紅 因為人們這樣會賺錢 這是一種 覺得自己呢 被注目 然後被肯定的感覺 嗯 而你看到那些被注目 被肯定的人 通常感覺也都可以名利雙收吧 古代啊 現在有點難 各位 現在很難 那麼 他們可能是抱著這樣的想法 又或者說想要有舞台 覺得被大家關注啊 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對 可是 據我所知啊 因為我看你的書嘛 你能走到今天 好像也不是那麼容易 或者是 誤打誤撞 你怎麼從一個 你本來是 從國外回來台灣 對不對 那就 因為喜歡拍東西 你就進了廣告公司 對 好 後來慢慢走到 變成自己開始創業 所以要從廣告公司那邊開始 可以可以可以 我們就聊一下 所以回來這邊 我去廣告公司 大概一年半 然後陸續就是 其實有兩個導演 對我來說非常有影響 一個是林秉淳 大師 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楊手藝 楊手藝可能比較少人知道 可是他是Discovery的紀錄片導演 是 所以我就是跟著兩個導演 林秉淳那邊 就拍很多MV的經驗 他就是那種大歌型 然後 也不太理我們 但是就是放任給我們 放任給你們 他不會很嚴格的罵你 把你當成這樣 不會 可是他就是看 就是 因為之前有拍一些作品 然後覺得這個小時 可能可以先給他剪接 再給他輔導 然後整個案子就丟給我 拍一些什麼蘇永康啊 拍一些什麼 像范小軒啊 那時候 然後 之後就認識了那個楊手藝 然後跟他拍一些Discovery的紀錄片 然後一個很重要的 我覺得一個時刻就是 我之前是他的攝影師 結果他接一個案子 就還好他接太多案子 所以一個就是整個Pass給我 後面講 我不知道怎麼當第一部片的導演 太難了 一個鐘頭的節目 然後講科學 我科學好爛啊 結果他就是 我覺得就需要有一個人 對你比你自己 對自己更有信心的時候 你就會成長蠻多的 沒錯 然後他就是覺得 你可以啊 你為什麼不可以啊 我中文很爛耶 紀錄片很旁白 要怎麼寫啊 對不對 他說沒關係 我給你一個writer 但是我當導演 怎麼跟一個比我中文好的人 一起配合 應該是他當導演吧 對 然後就 其實那個影片 也被錄起金鐘獎 I don't know what the hell happened 就是我覺得 我的人生是非常 上帝祝福 I'm very lucky 對 所以你剛問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怎麼走到這一步 我可以很的確跟大家講 其實他是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八十或是以上是幸運 然後百分之二十或更少是自己的努力或才華 OK 對 但你只能跟那個百分之二十 那百分之八十就是真的是看運氣 嗯 對 然後也跟你報告一下 其實我也是所謂的這個激勵達人 我是一個motivational speaker 對 所以我如果跟人家講說 百分之八十都是運氣 百分之二十才是你的努力 就沒有人要看我的東西 對 可是我比較是realistic OK 我比較是realistic 你回想起來真的是這樣子 對啊 然後而且如果你看youtube 當然我覺得現在很多人看youtube 是看什麼trending page 什麼發照影片 對 然後有時候也會看了 喔這個好多人看喔 那我要看 對 可是如果你當久你會發現 其實有很多youtuber可能點閱沒有你多 或是什麼 比你更有才華 對 超多的 那你就 OK 這個世界是不公平的 沒錯 所以有時候真的是需要那個運 對 那麼你其實也曾經有過運不是太好的時候 像你看 你那個時候 雖然有很完整的歷練了 拍這種娛樂的MV也拍了 紀錄片也會拍了 那後來你自己獨立出來要創業的時候 是不是有遭遇過很大的困難 那個時候 那時候不會想太多 就是 算是啦 可是現在回想覺得 這個很辛苦 就覺得在接案子 然後不是剛剛跟你提就是 我們去提案 什麼政府案子的時候 就提四次案 然後沒有接到 浪費很多時間 沒錯 然後拍一些影片 可能三個月 他看A copy 看到B copy 花三個月 是 就很煩 沒錯 然後叫你改來改去 對 之前是過那種人生 沒錯 對 可是你會想說 可是這是我自己選的 然後起碼我在剪片 我在拍片 然後起碼拍完 就是覺得好high 對 所以喜歡就會一直撐下去 是是 喜歡一直撐下去 那後來 你是什麼樣一個機緣巧合 我們就說 你自己拍的影片 啪一下突然就紅了 你記得是因為 什麼事情 或者你覺得 什麼事情 其實 我們一開始的台客劇場 是 花自己錢 然後去請演員 什麼的 可是很lucky啊 就是因為第二支影片 我們拍一個芭蕾舞的女生 去倒垃圾 這個idea 然後被一個路人拍照 然後他的Facebook Po文就爆紅了 OK 然後物序 現在很trending 這個事情 剛剛在剪 然後沒想到 剪完就 很奇怪 YouTube會有一個301 你知道嗎 就是會停在301 後來發現 停在301的意思就是 他很多server卡住了 代表說 It's getting viral 然後我們現在那個影片 大概2千萬 哇 2千萬 而且是第二部影片而已 所以覺得是 What So it's kind of luck 然後 可是 之後影片也不會很 就是 也就是回到500啊 1000啊 OK 就正常 又開始安靜了一陣子 可是那個影片就 subscriber 就是變好像好幾千 好多人開始subscriber 然後 I mean 我之前是跟一個casting director 一起 就是一個 怎麼講cast 就是幫我找演員 他其實是一個戲劇的老師 結果 他就是 他跟他老公就是懷孕啊 然後 就覺得說 我還是不要拍片 因為拍片我都會要求他拿起床 什麼的 是是 就有點太辛苦了 對對對 我就想辦法 然後 就是 我想拍的議題 可能就是 拍自己的 家裡的延遞啊 很多啊 對啊 然後就拍自己啊 沒想到那個影片 就是 也 就是 也有一個爆紅的一個現象 對 是 我剛才跟這個導演聊的時候 是有發現一件事情 提到說 本來啊 就是 你這種學影像出身的 經過很完整的歷練 可能也會想 那個作品好看一點 對啊 所以你一開始會想要找演員 可是演員要錢 各位你知道嗎 這個 所有的這個團隊 越專業的話 就花的錢越多 所以你慢慢就被人回答 那乾脆就拍自己 用最小的成本 在這邊想出一個 還不錯的東西 還不錯的這個作品的話 那我覺得 內容就非常重要 對 你怎麼選的 這些主題的 你是拍自己的時候 對 拍自己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就是 我覺得 我很 我覺得很煩啊 為什麼家裡附近 那麼多閻地 所以就是把它拍成一個 影片 可能是一個 persuasion 就是覺得說 想要讓柯P看得見 這個影片 對 然後 那時候也 比如說回到marketing 也覺得 那時候柯P是一個關鍵字 把他放進去 是 閻地 可能也是一個 反鍵字 結果發現說 欸 透過那個影片 點閱也不錯 然後subscriber 也增加 也增加 然後發現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環保局 就是找我進去開會 然後跟我說 因為那個影片 天津界多了11個煙灰缸 然後檢舉了1000萬次 OK 然後就覺得 哇 影片是可以有實體的效果 是是是 他真的可以 對社會做一些很正面的事情 對啊 然後我就覺得 那我乾脆就是 拍很多環保影片好了 對 我就拍很多環保影片 其實自己沒有很環保 可是因為透過 透過影片 人家會把一個 形象蓋在你的身上 你就變得很環保 是是 喔 對不對 這有點像作者中 這有點像你當時啊 被這個林秉淳大夫 就說你可以啊 明明就可以啊 對 明明可以 你真的做了之後 就發現原來我真的 原來我真的 就真的只會這樣的人 對 環保這件事也是一樣 你本來只是想要隨便拍 就真的也變成一個環保 就是觀眾覺得你可以在拍啊 對不對 你就喔是喔好啊 對 好 你這樣子拍著拍著在前期啊 是沒有所謂的獲利的嗎 還是有嗎 你那時候在拍這些 自己的議題的時候 就開始已經有獲利了 還是只有Youtube那個點閱 你知道那很少的錢 對啊 那時候只是很少的錢 對對對 大家都很好奇啊 到底拍這個片子 可以就是靠點閱 可以賺多少錢 我自己的經驗啊 我大概那個時候 我有一部片子 也是180萬的點閱喔 180萬的點閱 大概給我台幣 大概是4萬塊左右 嗯 就沒了 大概就這樣 但你要到180萬 那你如果只有1800的時候 就 對對對 180萬 對 累積了7年 哈哈哈哈 不是什麼多厲害的東西啊 對 但我覺得我們這場 應該會很有價值 有機會 那麼你在那個時候 拍這些片子 雖然是沒有什麼錢的 那後來什麼樣 突然有一個爆點 又或者是說 變成被很多其他的一些廣告公司啊 或者一些廣告公司看到了之後 他們就願意給你多一點錢 讓你來拍 比如說 所謂的代言啊 任何的業配啊 對 這是什麼時候開始 我現在 因為一開始的業配 是我們去體驗的 嗯 主動去提業配 主動去提業配 嗯 那 嗯 就提成了 沒有耶 第一次就是沒有提成 然後就自己去拍 沒想到那個影片也就是很多人 就是其實 嗯 我有一個親戚 他是做環保杯的 嗯 所以我就想說 欸我怎麼去拍一個YouTube影片 結果就拍了有一次就是 我一個禮拜就是 方便人生累積多少垃圾 嗯 然後我一個禮拜就是用環保杯 就是可以減少多少垃圾 兩個禮拜的影片 是 可是那本來是一個提案 結果他們說 嗯 我不要 那我就還是自己拍了 對 沒想到那個影片讓台客劇場更紅 嗯 對 其實那個之後就有一些 比如說像Britel的那個過濾 就開始找我們 是 比較跟環保有關係的一些產品 開始找我們 對 所以我覺得從這件事情 我自己悟到的一個道理 包括我自己過去也是 就是有時候 你去提這個案子 對 那這個對方你鎖定的特務 如果不要的話 你就要想一想 這是你真心想做的 如果真心想做的話 那你就自己花自己的時間 可能某份經驗 還是把這個東西做出來 對啊 因為重點是你真的想做的 對啊 那你做出來之後呢 非常有可能 雖然原本的那個人不一樣 可是這個東西 它發揮了非常大的價值 對 對 那你呢 又可以吸引到其他更好的未來的刻度 對 所以你在你身上就完全體現了這件事情 對對對 沒錯 所以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很多想當YouTuber的這些年輕朋友 就是不要只是在空想 或者在抱怨說 為什麼誰不投資我啊 誰不幫我 那你自己真的把這個東西做出來的時候 就容易以這個作品再來說服別人 對 沒錯 沒錯 你現在做了這些環保的這些影片 大部分很多就是跟環保有關的 我剛才跟導演聊了一下 我覺得 有時候我們做這種藝術創作的時候 因為很怕被人家定時 就像演員一樣 嗯 你演一個媽媽的角色演多了 永遠就只能演媽媽 嗯 你演一個悲情的角色 永遠大家想到你就是一個悲情的角色 對 歡樂的喜劇的都不會 就是你的路子會變窄 你有沒有擔心你被 就是抽子就是一個環保咖 這only環保這樣 only環保 會不會被你這樣 嗯 比較 比較沒有想過的 嗯 對 對 因為 我覺得目前接的一些業配也好 或者想的一些企劃都蠻廣的 都蠻廣的 自己的興趣也蠻廣的 然後 覺得比如說 我對飲食也蠻有興趣 然後拍個飲食的 生酮飲食嗎 對 拍個飲食的那個 那個 那個議題也 沒有人說 啊你幹嘛不拍環保 沒有人 也沒有人這樣說 沒有人說 嘿 你應該就 stick to環保就好 沒有人這樣說 因為YouTuber比較是 就是一個人的個性吧 然後他的興趣就是他的興趣 是是 那我最近把YouTube看成比較不是 因為以前你知道嗎 YouTube 他是像一個 可以放作品集的地方 然後越拍越覺得不是 他是一個對話 對 他就有點像 他其實 如果你這樣想 其實那個點閱也不太重要 因為有些 對話就是比較少人會參加 可是並不代表說那些對話是不重要的 不重要的 就是可能只有十個人懂你在講什麼 那你就跟那十個人聊啊 也很開心 有些大家追求點閱嘛 可是你想想看你去大學 你學化學好了 化學101 總是有100個學生 那再高的化學課 就只有50個 然後再20個 然後只有10個會畢業 所以從這個角度想 其實如果你追求點閱 你永遠落在很basic的內容 是 對啊 所以就是我自己在安慰自己 對啊自己在安慰自己 其實你也安慰了我 我覺得從你這個回答 讓我想到一件事情 是 就是大家都知道這個康永哥對不對 康永哥最近回來 跟這個理科太太 用一些合作一起做事 對不對 不曉得我們這兩個 有沒有機會 贏過理科太太 我要說的是 很多人都知道康永哥 是一個非常知名的主持 對啊 那麼曾經我看到他一個interview 他有講什麼 你要問他說 你覺得你自己 為什麼可以成功 為什麼跟其他的主持人 就不太一樣 然後你可以這樣子 有點像是走自己的路啊什麼 他說 他自己認為 因為他自己成長的環境 你知道他是一個船王的兒子嗎 船王 就是他家的這個 boat owner ship owner 是曾經在上海非常非常有錢的人 所以他家就是這樣 他就是一個有錢的富二代 所以他說 他自己回長起來 他認為可能是因為 他自己這樣子的一個出身 這個算是就是含著金湯子的出身吧 所以呢 他在做所謂的這種主持啊 或者表演的時候 他完全就是 會有一個自己的style 今天如果不紅了 或者人家不看他的 丟了一個包袱 講一個笑話 沒有人笑 無所謂啊 沒關係啊 我覺得還是繼續做我自己 可是其他的 像張飛啦 胡瓜啦 或其他這些主持人 他們其實會有某種程度的 這種壓力 就我今天講這個 我們今天做節目 如果我講的笑話 沒有人笑的時候 內心就開始焦慮了 對 就開始焦慮了 然後覺得我是不是要再努力一點 那你那個一努力的那個感覺 就會被所有觀眾看到 啊這個不自然 啊這個 你太努力了 沒錯 你反而表現就不好 所以我覺得這也有道理 這有一點呼應到說 你啊 就是太極極營營說 希望很多人看 你可能的那個作品 就不是那麼的所謂真誠 就不會做出你真的想做的樣子 而且你 你以為你在從眾 可是其實眾人反而不喜歡 眾人就喜歡你特別的這個style 這個非常pick up的理念 like needy 就是很需要人家肯定的那種男人 沒有女生會喜歡 對不對 就是那種 就是那個概念 那跟觀眾的關係也是 你太需要 please 點我的影片 對 或者 like 拜託你按個讚 Yay I'm so stupid right 對啊 你罵到很多人 因為李柯太太常也會說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請你敢讚 他好像也會講類似的話 因為我 不一定是因為他想要讚 因為你被按讚 那個engagement會提升 那個YouTube的演算法 對 演算法逼著大家 對對對 得這麼做 不一定是他沒自信 是 他怎麼會沒自信呢 他最近很有自信 對 也別說最近 他其實他也是一個 基本上不需要靠做影片 大家鼓勵他 說他好的這種 完全不需要 他自己也是一個女創業家 對對對 他如果沒有YouTube 他還有自己的 更多自己的時間 對 而且他好像有自己的事業 他好像在美國創業做化妝品 對對對 so she doesn't really need it 對對對 所以大家聽到現在 可能某種程度上 也可以理解到 這個 你真的想要當一個 所謂的YouTuber 或拍影片幹嘛的話 就不要太從重 你以為這個東西 好像是很庶民的 是要讓大家都喜歡 其實不用 就做你自己 所以我回到 剛剛講的那個 運氣 就是Be Yourself 對不對 然後如果 You know like 你 有成功就成功 是 對啊 而且可能就是給自己一些時間吧 對 就是 我記得我剛開始 我給自己一年 一年 一年 就是如果一年 就是 起不來 或者這個 cash flow 是不正常的話 那就 那就回去這樣子 是 要給自己時間 你現在已經算是一個 brand 之後 聽說你現在都是 我就是 大概會是這樣的 style 所以如果你來找我 請我拍的話 那你要接受 我是這樣的 style 他比較像是一個 品牌跟品牌之間的合作 對啊 品牌跟品牌之間的合作 對 以前不是啊 以前是服務業 以前人家叫你這麼做 你就這麼做 叫你改你就改 沒錯 老闆決定 所以我就幫你拍片 可是我說真的 你成為了一個 所謂的這個 brand之後 那會不會人家就 那個收入就變得是不穩的 又或者說來找你的 假設 你從今天開始 你的影片的頂級 好像沒有在一個那麼高 可能就沒有人找你的 你的收入都會銳減 你這時候會不會就是 掙扎說 那要不要回去像之前那樣子 再繼續放下金 因為接案 雖然被他當狗啊 但是呢 這期馬則會一個兩個 在殺價競爭 你有沒有這種掙扎過 我覺得現在不會回到 不可能回到以前 對 因為現在太了解 新媒體 就是太成熟了 然後 應該是 如果台客劇場就是 應該會想別的東西 應該不是回到 接案的方式 對 有可能 跟其他新媒體合作 也說不定 是 可是就是覺得太習慣 這個創意的自由 覺得回到那種 服務業 有點 就是不爽 不爽 活得不開心 活得不開心 對 就是這樣子 沒錯 那你假設啦 如果有機會 讓你做什麼 電視節目啊 拍電影啊 這是你的興趣嗎 是啊 是吧 你終究還是想要拍一個 電影或比他長的紀錄片 是可以進這個劇場裡頭 播放的嗎 就是好問題耶 可是就是 還沒有說想拍哪一部電影 還沒想到 可是我覺得 我的興趣 越來越超紀錄片 OK 紀錄片 劇情的話 除非那個腳本 超級有意義的 一定不是拍什麼 fantasy之類的 比較是真實的劇情 真實的劇情 或者就是紀錄片 OK 真實的紀錄片 是 你現在也沒有想到 對哪一類比較感興趣 還沒有 還沒有 所以有無限的可能 大家如果有覺得很好的 一些idea的話 也許可以跟導演商玩一下 導演你最近是不是有一個計畫 就是要好像要 看看誰提計畫給你 你覺得還不錯 可能就會你去投他 讓他去拍 這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是一個什麼樣的計畫 其實我最近就是 也在找導演 是 可是也沒有說 找 我一剛開始想要 就是先找四到五個導演 OK 然後可能 是 就是幫我 拍 就是 extra 就是四支影片 放給台客劇場 然後那個單元 叫做台客新聞 因為我覺得 我們想要給 想要看到 就是正面的新聞 一些 正面的新聞 對,爭議啊 奉獻啊 或者出於愛心的一些事情 是是是 那 看看大家可以提一些企畫 然後或者我們的企畫 讓他們執行 就台客劇場 可以 不只是我啊 對啊 就是很多人 可是他做出來的話 會是像是新聞報導的形式 還是比較像這種 其實我目前是不太知道的 現在還沒有 就是要看他們的作品 對 然後 其實Youtube是蠻personalized 就是蠻主觀的 然後 我覺得新聞是 看起來比較客觀 但是它是一種新聞的客觀 那如果從一個個人去觀察 一個社會 Hack的事件的時候 會變成怎麼樣 就是可能會變成 像一個Youtube的影片 OK 或者紀錄片 很多人都以為新聞很客觀 其實我跟很多新聞界的交手過的時候 我覺得新聞很不客觀 尤其台灣的 對 基本上他們是已經射了箭之後 然後再畫靶 嗯 他們已經希望你這樣講 對 所以訪問你 那你在講 你講很多東西喔 他只會拿他想要的 簡介 所以另外講的東西 他都覺得不重要 對 所以現在這種Live的東西 才會變 就是很紅 因為就是 So real 沒錯 沒錯 Instant and real Instant and real 然後可以回應一些 是是 有人說這個 你的Style 跟這個 齊柏林導演 對吧 跟齊柏林導演很像 OK 有嗎? 像嗎? Style Style我覺得是不像 其實我覺得 可是我覺得可能 他們 他在那個 他可能在說 就是齊柏林 齊柏林的core是環保 嗯 那我 有某部分也是環保 可是我覺得Style比較是一個 External Expression 你可以翻譯嗎 就是 對 外部表現 就是外在表現 對 可能他的意思是 我們的內在是蠻接近 可是外部表現是 我覺得不太一樣 是 是 是 嗯 那齊柏林就是 透過空拍 去 關心環保的議題 是 那可能我的Style 比較是 一個 MV MV Style 去實驗出環保的 有人剛才在問說 當你把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Style 是故意設計成這樣 什麼 你想要打造這個 其實是我爸 先開始留意 我覺得還不錯 我覺得 我覺得我也可以 因為我是他兒子 我應該也蠻茂盛的 就try it and then like 就出來了 就還好吧 而且每天刮鬍子 對啦 還有那個問題 如果你要 就是每天像這樣 每天早上 要刮 五分鐘吧 五分鐘其實不多 所以你知道 沒有 我會刮這個 每次今天沒有 我會刮這個 其實如果 我不刮這邊 都毛毛的 所以就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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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 就日文這樣子 一天這樣約會 我覺得感覺挺好的 真的 非常不錯 就突然有一種 你以前 跟你看你沒有試過嗎 就是用日文約會嗎 沒有試過 超鳥 超鳥 不要不要 講那些日文 對 就不聊 會逗他開心啊 然後文法完全錯誤 對 但沒有關係 因為語言是溝通嘛 對 就好玩 你可以嘗試各種不同的 出來不同的事情 對 像我也是啊 我要我做這個 我跟大家預告一下 我們這一集呢 是跟林萬平導演 來各劇場 那麼我們下一集啊 我們剛好 這個禮拜 跟下個禮拜 這個禮拜的禮拜 這個禮拜的禮拜四 還有一集 是跟一個叫做 Kindai Girl Kindai Girl 是一個禁忌大學 是日本非常知名的 一個私立學校 他們呢 就有個 徵選自己學校的女生團學 來成為他們學校的 像是宣傳隊 啦啦隊 表演的 那有一個台灣的女生 去那邊留學一年的時候 就徵選成為那個團的代表 最近蘋果日報也有爆 我就找她 來上我這個節目 然後就跟大家介紹說 你怎麼樣 藉由這種學校提供的 可能是 One Year Exchange Program 那你就讓你的人生 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以及像他日文也講得很不錯啊 怎麼樣 短時間再把日文學好 就聊朋友的話題 是是是 然後再隔一個禮拜 還有氣兒妹也來了 氣兒妹 哎呀 對 所以這也是非常多元 我也在嘗試各種不同的角度 來讓大家更加的理解一些 我們社會上非常特別 然後有特色 然後可以傳達一些正能量 而且你是滿有採訪的能力 真的嗎 就講到現在 對 講到現在 好像這個人 這也是很努力啊 你想說 哎呀這個人不簡單 跟一個男的可以聊這麼開心 跟一個人不簡單 一直有話題 採訪的時候 有時候好怕就是 我乾掉了 對 乾掉了 這個主身怎麼辦 很厲害啊 有些人會擔心 我們人也是 這個 在那個 Inner 裡面是非常耐心的 所以我沒有主持過Live 我有主持過就是 拍YouTube 然後沒有話 就先卡 就先卡 不好意思先卡一下 我們想想 我們講什麼 我們會變這樣 我理解 那你知道為什麼嗎 I'm the writer of the Bible 我是搭訪聖心的作者 所以很多原理是很重要的 我跟這麼多女生 跟這麼多女生搭訪 聊天過 所以中間訓練這個能力 這不簡單耶各位 真的 這就有點像 你當時拍了那麼多紀錄片 你從中訓練到 怎麼樣拍片的能力 都會一輩子跟著你 有些人 有些東西是書 或者理念學不到 你要真的去做 所以我要說的是 其實你比當年那些 完全不鳥我 都不看我的美 你好多了 好多了 所以人就是需要一些 磨練跟歷練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朋友 哎呀馬丁說很可愛 好 祖傳的 還有沒有 還有朋友 各位你可以盡量的提問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朋友要疑問的 這個不太容易看 要從這邊看 好 導演很緊張嗎 當然你在像跟我們這樣的專訪 其實還好耶 還好 因為剛剛來到這邊 已經有 大概20分鐘 對 其實跟我都一樣 已經 warm up 過了 要認識一點 多了一些觀眾 所以你是非常 樂意做類似像這樣子的互動跟嘗試 像我這樣子主動 approach你 當然一開始也是Token中間一個 你的Manager 經紀人 對 那你會怎麼樣評估 要不要跟這個人做這樣的訪談 或者是一個合作 你大概有什麼評估的標準 就是有時間就 有時間就 太好了 真的 有時間就搶吃 對 像我自己是這樣 我是一個非常感恩的人 所以 像導演這次願意跟我做這樣的一個節目 我就會一直想著 那我有沒有什麼好東西 是可以回饋給導演 所以我剛剛在跟他提到說 有時候我如果有一些案子 那就可以找導演一起來做 因為可能我的客戶也是 也許對環保比較關心的 又或者說他也希望可以有一個 非常強大的YouTuber 來跟他們的某一個產品 然後做一些結合 那這樣子 我等於就有一個非常強大的後盾 就是你 可以跟他們一起來做一些合作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 我們在什麼交朋友 或者談合作的時候 為什麼很多時候 這個合作談不成 我認為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 對方太強大 那你呢 提供的價值跟他完全不對等 比如說 我也很想幫周杰倫談Case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因為一定談得成嘛 我跟他說 周杰倫這一場五百萬你要不要 大部分人都會說要 所以周杰倫不需要我 你知道嗎 所以兩方實力相差太多 還是不會願意 但有時候有一些非常有失聯 他會願意的原因 是因為他本人覺得 這是社會公益啊 但那個微乎其微 所以我們要另外一種方式 第二種方式就是呢 你也想辦法去提供 所謂的合作 你提供讓對方覺得跟你合作 他也是有好處的 對 對 那你用這兩種方式 來跟對方的Pose 我覺得成功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基本上想的 大概都是這樣的 是 好 來來來來 Peter 你導演一個影片 從開始到完成 要花多長時間 一般 就是拍攝天大概一到兩天 剪接也大概一到兩天 多長的片子要花到你一到兩天來拍 以及一到兩天來剪 大概是五到十分鐘 喔 光是一個五到十分鐘的 但是有時候也會懶惰 然後就是想說拍個talk系列 就算了 對對對 這樣多好對不對 對 那可是 我會 比如說比較 比較是一個紀錄片style的 就是我會 我會寫台客劇場 就是台客標題 如果是talk 我就會台客talk 然後最近可能就是台客新聞 就是別人的影片 你做了這所謂紀錄片 是不是 你自己一定要入鏡 比如說那個時候 我們的羽毛球選手 嗯 你是不是一定會想辦法把你自己 跟這個你要拍的紀錄片主角 搭在一起來做 對 可能就是 觀眾會需要一個主角 會需要一個 這是透過誰的主觀去講這個故事 那就透過我的話 就 有時候 就是會拍到我 之類的 當然我知道有些YouTuber 是不拍到自己的 也不錯 我有思考過 對 就是會拍 然後從這邊講話 講 拿個風 主觀 就你是一個導演 你自己也是旁白 因為有些紀錄片都說旁白的 你自己就當旁白 對 所以很清楚就是 他是一個 一個很personal的一個主觀 ok yeah 欸 這也不錯 嗯 那以後也許我們也可以嘗試 一起來合作 來拍一些其他人去的東西 嗯 太好了 好 那麼朋友有問題呢 哇 好快 對啊 對啊 有一些人就是 這就是他的天賦嘛 是不是 什麼東西好快 我說你這個製作片子很快 他認為這樣子很快 喔 ok 可是我就是 我會省一些時間 像我不會上字 我知道這個對YouTube來說 會減少一些點閱 對 但是 你傳來不上字幕了是不是 可是我最近 是用CC去上字 就是我先上傳 然後來趕快聯絡家君 叫他趕快幫我上CC 他還是要聽打嗎 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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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在YouTube上會比 就是燒在那個影片上壞 OK 對 會壞大概一個小時 沒錯沒錯 有唱過 是是 我教你一個更快的方法 好啊 有機器人是可以把我們現在講完 我們的片子 你只要輸進去之後 他直接幫你全部轉成鐘 你是說機器人還是現真的人 機器人 真的啊 機器人幫你全部打 我知道英文是很準 可是中文是不是還是不行啊 我那個機器很不錯 真的啊 對對 然後你大概會有百分之 大概九十五左右的正確度 真的啊 你只要百分之五把它改掉 是什麼軟體啊 你私底下找我 跟我來私底下找我 好 我簡單講 我簡單講為什麼這個軟體呢 比較麻煩的原因在於 因為它私底下找我呢 因為它是一個大陸的軟體 所以要轉成繁體 對要轉成繁體之外呢 你是沒有辦法 直接跟這個機器人 下單買它這個服務的 因為什麼 它的下單服務 要透過大陸的金流 比如說你有微信支付才可以 因為百分之九十五的台灣人 是沒有微信支付的 這就變成你可能要私底下問 但是它的準確度我覺得挺高的 是喔 下一部的主題可以聊一下 目前有沒有馬上 聊一下你的那個 就是 下一部 一個可能讓你惹上殺生之歌 對 聊一下 對就是 下一部影片 的標題會是 誰把垃圾留在月球 然後在台南有一個地方叫做牛浦 那邊會設一個 已經過了啦 就是會設一個垃圾掩埋場 現在已經有工程了 是 然後 如果你去發現那個地 它是一個惡地地形 是 意思就是 你看它是很漂亮 它很像月球 如果你有環島過 你應該有看過這個地形 就是很像你在月球上就對了 竟然那個地方要變成垃圾掩埋場 其實這個新聞已經報過 是舊新聞 就是我們用一個重新 我們去用我們的廣告能力去包裝它 就有點像我們去月球找垃圾 還有一個概念 然後去反映這個事情 像你這樣子有創意 我覺得 什麼時候 什麼地點都可以有素材的產生 但我覺得你背後一個更棒的東西就是 你是對一些社會的事情 不管是弱勢的 或者所謂不公不義 你有所謂的關係 這是你的出發點 嗯 對啊 我覺得說 如果我要講話 別人要聽 我剛剛不是說 就是好像 Youtube就是每個人在 就是 Let's have a conversation 然後就是有些人就是會過 講的話 可能就是 要有用啊 或者正面啊 或者我在說服人家 可是我在說服什麼 沒錯 這個影片就很清楚在說服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事 這只是我的看法 然後看就是 可能如果有些人分享的話 也許他們也是同意我的看法 對 我覺得在過去 很多時候容易有所謂的人為言親這件事情 就是誰叫你這個家裡不是富二代啊 你不夠有錢 你沒有所謂的政商背景 或你不是電視台 你講的話就沒有要聽 或者電視台就不報你 你也沒有辦法會聽見 但是現在有網路之後啊 任何人都有機會 就是你都可以製作一個這樣的影片 去發表分享發表的事情 沒錯 當然能不能被看到 也許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被看到的機率已經大大提高了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一個 蠻好的時代 對啊 那我這個忠心的希望 我們可以在我些議題上面 來進行一些合作 給這個社會帶來一些正能量 好不好 好啊 謝謝 謝謝